好 刚刚我们说到要帮王正来打造一个现在超流行的贵妇头 到底贵妇头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现在先请王正已经换上了贵妇装扮 是我们展示的贵妇装扮 还好啦 我觉得比较优雅 挺好看的 我觉得我特别想先请教一下梅林老师 什么叫贵妇头啊 就是贵妇犬的那种头 我觉得贵妇头应该是说 都已经结了婚了 然后经济能力不错 等等的 那常常有一些 她的就像她像个小礼服 剪裁很好的 然后需要做一个发型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套衣服 可以完全剪入她的漂亮的身材 尤其是在这个脖子跟肩膀这边 是特别漂亮的 但是呢你看她的头发呢 把整个给盖住了 就有点可惜 所以贵妇头呢 就大概是从这样子过来 体现贵妇从头开始 下面就是一种人的秀发了 为了美丽大家快行动起来吧 如果你要做贵妇头的话 可能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将这个头发的松度呢 要先飘开一下 然后我先看一下 它适不适合有刘海 或者没有刘海 这个也是绝对的 嗯 好 其他没有刘海就很贵妇的 很贵哦 对 要把额头露出来对不对 对 你不太会喜欢贵妇头吧 呃我比较喜欢年轻的 很奇怪吧 我们也没有看待别系啊 比较相信他 贵妇头呢 就是要表现非常优雅 气质 其实真的贵妇 不是这个意思 不像一些比较 比如说狂啊 爆炸的那些 就不算是贵妇头 优雅的路线 你是说歪辫 对 我听说男生特别不喜欢女孩 说歪辫 如果这个女孩 歪辫 就现在我这种状态 为什么 如果女孩的脸色不好 或者是皮肤也不好 没有什么长处的话 那他再说个歪辫的话 那我觉得就没什么 但是 但是我觉得 如果像王征这样 肤色很白皙 而且 五官很精致的话 歪辫的话 应该是挺肯定化可以的 对 应该会有一个 歪还需要有资格 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 有适合自己的发现 对 是吗 对 应该是有一个 适合自己的发现 你看 就是他所谓的 一个歪辫 对不对 拿那个橡皮筋 就捆起来就行了 然后把那个头发戳一只 把那个橡皮筋 给遮一下 好 这样夹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 会找一个比较 因为是晚宴嘛 就配合不见的 一定要手持 这个好像是 那个皮带的块一样 对 什么 废弃的腰带扣 竟然可以是 华丽的发式 赶快把你准备 丢掉的小部件 保留好吧 然后呢 就把他给挑起来 哇 他头部够多的 人都说产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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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